客户发火了 都要砸墙了 电工刚装好的插座都不敢用 因为这些插座的地线都带电 都电燃 你看这地线都包起来了 上面还是带电的 那就先测一下电压 用电笔测零线零伏 火线 220正常 地线220 这个电压有点高 地线应该是零伏 测到220伏 这应该是地线和火线碰一块了 那万一表测一下是不是短路 短路就是火线与地线碰在一起了 或者说是它接错线了 接在一起了 先测一下电压 零火之间的电压 正常 电压正常 火地之间的电压没有 然后测零地之间的电压 这么高 和灵火之间的电压一样 这肯定是不正常的 这个电不是感应电 他们说插座接好以后 插了一下燃气热水器 然后露电保护器就跳了 地线带电 地线带电热水器 地线 打火了吧 我一插就打火了 我一插就打火了 为什么收水壶或者 收水壶它不接地 收水壶它是放在这上面的 我试着在科语电 热水器像这种燃气热水器 它的金属管 是波纹金属的 它连天然气管道的 一插它指定会挑炸 地线带电 这个不敢插 这个壳不敢插 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线带220V的电 所以这个壳不是感应电 这是一个强电 而热水器外壳又是接地的 所以一插就会挑露电保护器 如果不跳炸很危险 厨房所有的插座 就这一个地线不带电 这个插座就是从配电箱 过来的第一个插座 这个地线是不带电的 也就是说后面的插座 都是从这个插座接出去的 这是第一个 它后面的插座 又引出了这个新的插座 很明显这是后来改的 再往后 油烟机的插座 他们说原来油烟机一插也跳炸 还带电 然后他们把插座的地线 摘了以后就好了 也就是说这个插座 也是地线带电的 也就是说这怎么找 假如说这个是第一个 他并过来这是第二个 再往这是第三个 这以前有个老插座 我引到这边来了 都带电 你应该也带电 都带电 出问题的地方 石油八九是这 这个是你做的瓷座吗 是 它会不会是打到线了 或者是 打到线 它应该就到了 接触线了呢 是地线和火线 应该是碰在一起了 嗯 你试一下 地线和火线是碰在一起的 碰一起了 地线和火线是碰在一起的 短路是吧 短路 它为什么电章在那核上去 电章能核上去是因为你地线 没有往大地跑电 地线是个断的 在这个地方是个断的 就从 从碰到碰底下没贴着 嗯 是这个道理 还好保留了当时贴砖以前的那个图片 那就是 那就开个小口 原来说 原来它差不多就这一个盖死了 其他的 这个也 这个也 这一个盖死了 那那无所谓 因为 应该这是第二个 这一个都带 都是短路的 也就是这个是有问题的 这个是 不一定啊 是两样狗 是两样狗 差不多一样狗 不一定啊 到上面啊 我这个究竟没打印了 没打印啊 水电的师傅有可能犯一个错误吗 这个黄线 嗯 这不是黄线 你够喊了 嗯 他把这个也 跟他接在一起了 他地线反而没结 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我就是 我看这块那个线 它很接近了 它可能是不是 大意了 对 它大意了 这个黄线 它以为是黄线和黄线 接在一起了 其实它是地线 这个地方得开口 很关键 开磁砖 准备用这种砖头 还好贴砖的师傅提前拍了照片 能找到位置 那就开一点吧 看到线了 把线拽出来看看 切得没错啊 那出问题的地方在哪呢 往上走了 到这都不通 他们俩都不通 哎呀 我才挠头了 上面还有啥时候是吧 上面没有了 没有了 把这个地线的总结头卡短 这样就断开了前面的地线 和后面的地线 这个时候再用电笔去测 送上电以后再测 下来了 火线有电 对线带电 这个是感应电 这个不用管 这个202 这就是10到10的 也就是说 这路线是往后走的 感应电了 这样就可以确定了 感应电了 现在这后边就是感应电了 可以确定的就是从这儿 到这一段的问题 这一段的问题 短路了 就从这儿 这一块 看看上面吧 看看吧 上面有 我主这个线管 我主这个线管 线管没有线管 应该倒在它 线管是干啥的 这是组这个 伤控 伤控和那没关系 和原装的插座没关系 我这么线管 打印 应该打不了它吧 哥 你说有那么巧事吗 这是电锅打的 电锅打的 应该知道好像 应该试出来 这一个管没打到 线在这个地方断了 这个地方 看通丝了 打破了 很明显 打这个眼都把线给打断了 都露出通丝了 这就是线管 这就是线管 白色白骨 这就是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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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哦 这是线管 丝管 来 像 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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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我把这些 一下 注意点 哈哈 你看 他这上面 你看 它 它这和火箱 都搭在一起了 所以说咱们这了 你去拿点四平方的线 还没有线 去买点 四平方的线 从下面直接上去 三根线全换 拉过去 拉 好 再拉 看一下被打到的零火线 火线和地线都短路了 地线被打断了 换了新线以后 把线路恢复 这个地方准备给它扣一个摆板 也方便以后检修 这样电路就正常了 燃气热水器也敢插了 原来是一插就跳着 测的所有的插住火线与地线 电压正常 这样我就完成了电路的检修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自电 240千瓦的滑环电机 原来是靠水煮柜来启动的 就是靠水的电阻来启动 现在要改成变频启动 改造这个电机 我也是大姑娘上花轿 头一次 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好 它这一头又滑滑碳刷 这是转子 接转子线圈的 这一块要拆掉 然后侧面还有定子的线圈 这是定子线圈接线 接三项垫 380V 首先得拆掉这一块 全拆 这些都用不上了 拆了以后 它转子这些线圈接线 该怎么处理的 这六根线接的是 里面转子的线圈 应该叫转子是吧 转子转子 这个是不是很多师傅 也是头一次见 我也是大姑娘拜天地 头一回 它这个需要把 接转子这六根线拆下来 然后接在一起 这样就不用这个碳刷了 这些碳刷要拆掉 动手开盖 这样把这六根线短接在一起 转子线圈搞定了 再看定制线圈 这三根线要接变频器的输出 先拉了三根临时的线 先接上试试 哎 奇怪 接这个线怎么没有音乐呢 先这么一接 看电机能不能转起来 等一下要缠电供交代 做个防护 三根电机线的这一头 已经接到了变频器的输出 这个变频器应该是调试好的 看一下它的控制线 就是让变频器运行和停止 黄绿红的三个线是接电位器 电机调速的 黑和蓝是电机启动停止的 对 没错 线的那一头接的电位器 在这 这两个线就是控制变频器 启动和停止的 嗯 现在准备启动一下看看 开的时候 我把这两个线的短接 然后调这个扭就可以了 或者两个线一短接 它就启动 碰点一点 碰在一起 我这个面板不好使了吗 面板也行 你看它原来是面板控制 它什么控制 再看看 面板操作 面板如果操作不好使的话 启动停止 你都那个调速 在那了 我开一下了 电机行不行 电机现在不转 你得调速 我调了啊 啊 轻轻的调 看能不能转起来 没反应 关了 动物失了 动物失了 它也没动下 啊 不应该啊 这两个线必须短接 不能断开 断开以后变频器就停止了 就调速就不好使了 现在是没处于运行的状态 运行灯没亮 得必须把这两个线碰在一起 这才就行 这才就行 这个灯亮才就行 然后轻轻的扭 算了吧 算了 这两个线不能断开 断开就停了 得用个全钮把它接起来 每次都开关 开关接着断 刚才就 刚才开了以后 把它断开了 所以那边不好使 这样就好了 还好第一次改造 没有翻车 这样就把我的第一次 分享给大家 也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看这种维修案例 好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定 请多多指定 感谢您的观看